第118集 旅人不由得对叶琴笑道 哎呀师弟 其实我挺羡慕你这样的散修的 至少没有长辈干涉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像我们这些家族修士啊 从事身不由己 必须得听家族的安排 咱们这样的住几期弟子啊 还好说一点 多少呢还能有点自主权 如果是恋七期弟子 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家族怎么安排 便需要呢怎么去做 等去了北齐之后 我屡是家族 有不少恋七期的弟子 个个我跟你说柔华似玉的 你看中哪个只管跟维兄我说 不需要别人做主 我就能拍板 旅元呢是几眉弄眼的信誓旦旦的说道 一琴一听此话赶紧装傻充愣 他提起了另外的一个话题说道 那我们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赶路 严师姐你我三人足以决定行程 没必要在仙云城当个时间吧 如果那样朱师兄只怕也只能顺从 旅元那白胖胖的脸描向叶琴 颇有玩味的是浮出了一股男人都懂的笑意说道 嘿嘿嘿 也是弟 咱知道你急着去北齐 不过也不急这几天功夫嘛 你知道从仙云城到北齐国有多远吗 不清楚我这里没有地图圈轴很远吗 那是当然了 就算是遇见飞行一去一回也得近一年的时间 在这仙云城待上几天也不当个行程的 而且仙云城是整个灵物修仙门派弟子的集散之地 这里也有不少的好东西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被长辈带着去逛了一逛 这次正好去看一看 说不定咱们就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走吧 马上到了 吕儿呢是黑黑的笑道 足下是飞剑一拐 往下方落去 叶琴呢是愣了一下 突然感觉下方有一股巨大的拉扯之力 将他的飞剑呢是直往下拉 刚才他们聊的正欢的时候啊 四个人已经穿过了灵物大峡谷的上空 是飞临了仙云城 而仙云城呢是有进空阵法的 是无法在上面飞行的 所以只能降落到仙云城外 然后呢是步行进入城内 城门口出的数十名金甲守卫 连查看令牌都没有 因为啊 见他们四名身穿清单服服饰的修士一起抵达 是立刻点头恭敬放行 而城门外正准备进城的众多的炼器器弟子 不管呢是散修还是家族修士 都非常自觉的是让开了道路 叶琴走在城内的青石街道上 是心中感叹呢 这仙云城 依旧呢是六年前这般的热闹 众多的炼器器修士 在忙碌着每一年的灵物大峡谷的试炼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物是人非 如今呢 他已经是铸鸡器的修士了 他们进了城以后 在城内呢找了一间豪华的客栈 暂时住下 随后的几天呢 那便是各自的单独行动 朱成云呢是匆匆的向三人告辞 是眉飞色舞的说去逛城会友 吕原呢只是黑黑冷笑 一脸的不屑 似乎啊知道朱成云要去做什么 在清单门有高层管束不敢乱来 在仙元城这个地儿可是没人管 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吕原啊打算去拜访仙元城的一位旅士长辈 是不方便和叶琴同去 和叶琴也告了辞 并且商量好 十日之后在这客栈重聚再去北齐国 严宣呢是上街去了 说是要买一些女士用的香囊发迹的什么东西 最后叶琴苦闷的发现 客栈里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中途呢会在仙元城待上十天 自然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他考虑了一下去地下方式转一转 这个方式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方式 说到这地下方式肯定不是城内公开的那种的方式 那里买卖的都是一些炼器器弟子的垃圾物品 因为好的物品谁在那卖呀 吕元也曾经提起过 这新云城有一处隐秘的地下方式 专门供各大门派的筑基器弟子之间交易 买卖筑基器修饰才能用的上等的昂贵的物品 这地下方式是散修联盟的产业 信誉那是极高 不会透露买卖双方的来历背景的 因此灵物山脉各大修仙门派的筑基器修饰 都喜欢来这里做交易 叶琴这才明白 这仙云城啊 并非仅仅是一座大量炼器器弟子汇聚的城池 它又比想象中的还好一些 最起码这里是各大修仙门派筑基修饰的交易中心 可是仙云城内虽然有这么一个方式 但旅员呢走得太匆忙 也没有跟他说清楚 这方式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只是说很多修士呢都清楚 找个人问路便行了 叶琴心想 我以前也在这儿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时他找来了客栈的一名伙计 询问地下方式的所在 这个伙计啊和他一样 也是根本不知道 有这个什么地下方式的存在 叶琴呢有些懊恼 他是换了一身没有任何标记的 普通的修士的城府 是离开了客栈 走上了仙云城的街道 四处闲逛 既然不清楚地下方式在什么地方 他只能去仙云城的炼气坊 灵气阁等地方先看一看 说不定呢在那里也能找到自己用得上的物品 正在街上走着的时候 突然目光一动 他看到了一个脑门贴着狗皮膏药的老道士 正在街上拉着几个新入城的炼气器修士 在做生意 却被那几个新人呢是喷了一脸的口水 大骂骗子 那个狗皮膏药老道士呢 是大声地在那跺着脚 叫着晦气 叶琴是淡淡一笑 这不是老熟人吗 他是足下一点身形如烟一样的快速移动 是三步变两步 便来到了狗皮道士的身旁 黑黑地笑道 狗皮道士最近生意可好 那狗皮道士是丧气地低着头 毫无警觉之下 被人靠近是吓了一大跳 睁大了眼睛瞪着叶琴 他呀是想查看一下 叶琴的修为到底有多高 不过他才练气器一层 虽然察觉叶琴的修为呢 肯定是远高于他 但是呢看了半天 都没看明白 惊慌之下呢 还以为是来追债的 连忙呢 是遮掩着头上的膏药 大口否认 这位道爷 你认错人了 你见过的人 绝对不是我 是频道的旁门表亲戚 频道绝对没有欠你的零食 别紧张 找你问个路而已 我给钱 找路 这个频道在行 狗皮道士一听 是有钱的生意 顿时笑眯眯的说道 这位道爷您请讲 想要去什么地方 频道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不过呢 收费的标准 和你想去的地方 肯定是成比例的 新云城的地下方式 怎么走 那个地方有很多 住机器修饰做买卖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如果像你这样的地头蛇 都不知情的话 我就真不知道 该找谁问了 地下方式 狗皮道士惊叉 想了一会儿是苦着脸 频道不知 不过频道知道有一处地方 经常有各派助机器修饰进入 可是频道修为略略低 是从来没有进去过里面 哦 在哪里 那个地方需要一块下品零食 否则频道不敢说 狗皮道士嬉笑地说道 叶琴的将一块零食交给他 狗皮道士一把就接过了零食 大喜过望 他马上就笑道 就在仙缘殿 仙缘城的中心 叶琴疑惑地说道 仙缘殿 那里不是散修联盟的意识重地吗 仅止外人出入 那里怎么会成为地下方式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仙缘 这时狗皮道士却不肯说了 只是笑咪咪的一张脸 手上一搓 一个问题是一块零食 易琴呢是皱起了眉头 但是呢又掏出了一块下品零食 丢了过去 狗皮道士接过零食笑道 贫道不敢欺瞒 为什么地下方式会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 不过贫道在仙缘城混进了数十载 这仙缘城哪一处地方没去过 唯独就这个仙缘殿 有筑机修饰把手 是根本进不去 而且呀这里只有筑机修饰才能进去 如果仙缘城内有地下方式 非仙缘殿莫属 仙缘殿的正门呢 它是很少开 那些筑机修饰啊 都是从仙缘殿的侧门进去的 嘿这位倒也爽快 我频道呢也爽快一下 我再赠送你一个小秘密 这仙缘城啊 有两座威力巨大的防御阵法 一座呢是建立在城池的四面的城墙之上 另外一座更厉害的大阵呢 却是建在了这仙缘殿 就算城池被攻破 整个仙缘城毁了 只要这仙缘殿无恙啊 仙缘城也能重新建起来 要是打破这两道阵法防御 那可不容易 想当年呢 仙缘城曾经被毁过数次 那是 叶琴看他没完没了的说 他呢是没功夫 听狗皮道士扯着仙缘城的历史传说 是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带我去仙缘殿的那处侧门 带路不给钱 狗皮道士听到叶琴提出这个要求 顿时傻眼了 呃 您要进去啊 您老难道是 朱姬修士 叶琴是冷眼盯着他冷声说道 不像吗 狗皮道士一阵时突然打了一个机灵 清醒的过来 赶紧的连连点头 他是乖乖的在前面带着路 心中啊 却是暗呼一声妈呀 真是老了 眼拙了 敲竹杠不小心敲到朱姬其修士的身上 还好 今天的运气算是不错 这位道爷呀说话客气 也没跟他一般见识 否则还不知道该是什么个下场 仙缘城是城中心的一座庞大的青石大殿 总共占地数十寝 光是台阶呀 便有数百间 有散修联盟的金甲守卫 平时这里呀 是十分清淡 几乎呢 是没有人来 仙缘殿的周围则是一些豪华的酒楼客栈 小半会儿的功夫 狗屁道士便带着叶琴来到了仙云殿的侧面 他是指了指侧殿的一处平淡无奇的小门 谦卑地笑道 这位道爷 就是这里了 经常有住基修士进入 不过小的从来都没有进去过 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您老要找的那个地下方式 小的先走了啊 走了 叶琴是一把提出狗屁道士的后脸平淡地说道 你先待在这里 如果地方不对 给你的两块下品零食 我是要收回的 狗屁道士一听此话 顿时是苦着脸 老老实实的是等在了一旁 他是心中暗自祈祷啊 最好这里就是地下方式 否则好不容易到手的 这个两块零食又要飞了 叶琴没有贸然地朝小门走过去 这里是散修联盟的地盘 如果呀 擅闯不该去的禁地的话 那可是要倒霉的 他打量了一下 星云店周围的环境 台步便来到了最近的一栋 视野开阔的酒楼 他占了临窗处的一桌席位 是一边饮茶一边观看着 看是否有修饰 从那个小门来回进出 足足等了三个时辰 天色呢是渐渐地暗了下来 这个时候是陆续地开始 有一些带着斗笠 面甲的修饰 来到了这个仙云店 侧店的小门之前 敲了敲门 这有黑的小门打开了 这些修饰呢是很快地 便走了进去 叶琴在酒楼上仔细地辨认着 光是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啊 便大约有三四十人进去了 几乎啊都是筑基齐的修饰 并且各个都是遮掩了面容 医师上呢 也看不出任何的身份来历 这让他是暗暗地吃惊 看来这仙云城的筑基齐修饰 不少啊 如果猜得不错 这里呢 便应该是吕源所说的 仙云城的地下方式 是专供筑基齐修饰之间 进行交易的场所啊 叶琴心中有数之后 挥手呢 让狗皮倒是离开了 他呢又坐了一会儿 这才起身离开了酒楼 当他来到小门的时候 是已经戴上了一副 从街榻上买来的银甲面具 估计现在是没有人能够认出来了 他在小门上呢 是敲了三下 小门是吱嘎一声打开了 有一层黑色的光壁呢 挡住了所有的光线 叶琴是犹豫了一下 转瞬就飘身而进 他穿过了一层薄薄的光壁 眼前呢是豁然开朗 他打量了一下 里面呢是一间简单的小屋 一张桌子 数张椅子 之前进入这间小屋的修室 是都不知去向了 屋内正有一名练七七九层 身穿那散修联盟衣式的大汉 正翘着二郎腿 见到叶琴进来 双目是闪烁了一下 查探出叶琴的修为 立刻笑道 方式交易 还有半个时辰就开始了 这位前辈 不知道您是第一次来 还是 要是第一次来的话 我帮您说明一下这里的规矩 之后再去访试 哦 有什么规矩呢 哦 看来您是第一次来 我们这里提供摊位买卖 挂单买卖 净价拍卖 收购 等价交换 兑换零食 任务委托各种不同的交易方式 不管您想要做什么买卖 在这里都行 好 我先去房市看看吧 好 大汉接着并没有多说 是摇了几下桌上的铃铛 小屋内的墙上的是 缓缓地开启了一道石墙门 叶琴看到这道门 立刻就缓步走了进去 刚刚进入 他就马上感觉到 有几道至少是筑机器修为的神石 在他的身上是一扫而过 他的心中是有些不舒服了 不过呢 并没有太介意 这种地方 有筑机器以上的守卫 那是很正常的 眼前突然一亮 他看到的是一座大厅 或者呢 是仙云殿的侧殿 装饰那是极为的奢华 琉璃吊灯雪白的妖兽皮毯 光芒闪烁的玉石柱 是无一不显出大厅的富贵 最重要的是 这里啊 熙熙攘攘 异常的热闹 戴着面具的 筑机器的修饰 是多达一百余名之重 大厅内呢 是各种各样的柜台 摊位 有数十个之多 都是筑机器修饰 在经营 叶琴呢 是一眼带过全场 没有一个是练器器的 这里啊 还有几位筑机高阶 八九层的修饰 离结丹都不远了 而叶琴呢 仅仅是筑机器一层而已 属于垫底的修为 来到这里啊 他是深感压力 虽然在清单门呢 他也见过不少筑机修饰 但毕竟啊 都是同门师兄弟 没有谁呢 会以修为来压他 可是 这里是地下房市 大部分筑机修饰啊 都是来自于 不同的修仙门派 根本呢 是不讲情面的 是全靠实力 和彩力来说话 叶琴正想 去随便的观看一下的时候 一名并没有戴面具的 中年修饰是走了过来 抄叶琴呢 是拱手笑道 哼 在下含蓄 仙云城散修联盟的修饰 负责为新来的修饰 介绍车里的情况 阁下应该是第一次来这房市吧 叶琴打量了这位中年修饰一眼 筑机器三层的修为 他呢 是点了点头 称是 在下姓叶 哦 叶兄弟 那就随意看看吧 这里的东西不错 不论是修炼 或者是增强实力 是都有帮助 叶琴朝人群众 是走了过去 看到这些柜台出售的物品 它是暗暗扎舌呀 炼制高阶灵气 低阶法气所需要的原材料 各类珍稀的矿石 中阶符纸 中阶灵丹所需要的中基药材 甚至呢 是三阶以上的妖兽 珍琴的铁龙 这里呀 是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含蓄在一旁介绍地说道 这些柜台 都是从散修联盟的手中出来的 所有的柜台 都设有小型交易阵法 使用是十分方便 你可以把物品 既放在柜台之内 标上售价 然后你去其他的地方 就可以了 只要有人愿意购买 可以通过交易法阵 直接成交 然后你隔一段时间 来收钱就行了